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來到今個星期,香港開始有點冷了 看新聞的話,東京甚至已經去到0度,還是負1度 本來我是有想過去東京的一趟聖誕和新年 但是一直都買不到便宜機票 因為如果看到便宜機票的話,就是H字頭的那間 但是之前大家有看新聞都知道,他無緣無故了很多行機 所以我很擔心就沒有買到那個機票 但是其他行安公司又很貴 所以最後還是沒有機會去東京的 既然沒有辦法去東京的話,我這個聖誕地來在香港過 我會在香港的時候去法國有什麼好玩的聖誕地方 有機會就分享起這個IG給大家看 好,講回今天的主題 雖然我去不了東京 但是有很多朋友可能會趁聖誕和新年的時候去日本旅行 那去到旅行的時候,最重要是什麼呢? 沒錯,就是我們要去唱淺 唱淺的日文分別是怎樣說的 以及我們可以去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去什麼地方唱淺呢? 我們今天就講一下吧 好啦,如果我們要去唱淺的話 可以去什麼地方唱淺呢? 譬如銀行啊,找換店啊,或者現在的提款機 我們也可以唱淺的 我覺得香港唱淺過去是比較划算的 因為那邊的匯率好像是沒有那麼好的 不過最真的,很多人都會選擇去便利店 用卡那裡去唱淺的 大家如果有這個海外的提款服務可以去試一下 但是我個人的習慣呢,就會在香港唱完才再過去 因為會安心一點嘛 那我們就講一下第一個 第一個可以去換淺的地方 就是銀行 銀行的日文呢,我們叫做 健哥 健哥 不過銀行的匯率呢,一般應該都沒有那麼好的 可能會高一點點 但是就方便一點的 因為大家住的附近一定會有不同的銀行 那如果你想去比較划算的 可能你要去遠一點 黃國、尖沙咀、銅鑼灣那些找換店呢 就可能會比較划算 不過我覺得,嗯,交通費其實都貴的 尤其是住在新界的朋友 那如果你想去找換店呢 我們的日文會讀做 兩界電 兩界電 好,那第三個呢 第三個呢,最近出了這個新的桂圓機 就已經可以按到這個不同的外費啦 那又或者大家如果真的不記得了 在香港唱完錢啦 你可以過日本的時候 在桂圓機那裡按也可以的 那桂圓機呢,我們會讀做 然後下一個要說的呢 就是如果你是提款機的話 提款啦 提款我們的日文會這樣寫的 然後呢,它的讀法是 引起出 引起出 然後呢,你在桂圓機拿出來的錢 我們就叫做現金啦 漢字會寫現金啦 然後讀法都很簡單的 叫做 然後下一個呢 就是我覺得很方便的 就是現在都越來越多人用的 我覺得現在的人呢 是少了用一些錢啦 反而用多了 比如說貨幣啦 或者是譬如西瓜 就是巴通卡那類的電子貨幣 那你不用帶那麼多錢出去 那我覺得都挺方便的 那所以呢,如果你在日本 要用貨幣的話呢 你要讀做 クレチドカー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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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入這個提款卡啦 或者信用卡的時候呢 你有時候可能需要按密碼的嘛 密碼的話呢 我們很簡單的 日文呢 會讀做 パスワード 好,那在這個位置呢 說多一點啦 就是有時候你去到店鋪 你未必可以用信用卡 一定要付錢的 那時候呢 你可能會看到以下這個句子的 它會寫著 CARDの使用はできません CARDの使用はできません 那又或者呢 你見不到那個句子啦 那你又想用信用卡喔 那你就可以試一下這樣問他 クレチドカードを使えますか? クレチドカードを使えますか? 好,那最後一個 就是如果大家 用完的錢啦 然後呢 クレチドカード 它又不收喔 那其實呢 你可以去一些 不高級的百貨公司那裡 搶一些現金的 那當然那個匯率是不好啦 那但是當大家想去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想跟他說 我想搶一些日圓啊 這樣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這句話的 兩回してください 兩回してください 對啦 或者呢 去到一些不找換點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跟他說這句話 那這裡補充少少啦 就是大家如果想知道 多少錢啦 多少多少日圓 是怎樣說呢 就可以提回這個數字編啦 然後你把它不同的千啊 百啊 萬啊 拼在一起 即是不同的數字拼在一起 再加1日圓 那你就可以跟他說 你究竟想上多少錢 或者你就知道 那件貨是多少錢啦 那大家可以關掉那個info box啦 那今集的分享呢 就來到這裏 真是希望啦 去聖誕旅行的朋友啦 這一集呢 可以幫到你長錢啦 雖然我留在香港 不能去日本 但希望大家去旅行 都會去得開心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 和訂閱我的頻道啦 另外可以追蹤我的IG 和Facebook 我那裏會分享多些日常的生活啦 還有呢 我最近呢 去了圖書館呢 借了一些關於日文文化的書 那那裏可能我會分享到IG那裏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去IG看看啦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裏 再見 拜拜 好不好 決定 謝謝 來囉 謝謝